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是维新造的 这一点给现代科学的指示比较 应该如何理解 因为复法本身是很圆融的 就是把道理理得很清楚 但是从复托缩法以后 后人发挥复托的思想 提出了很多圆融的理论 各个中派都不完全相同 这些圆融的理论 在现代最需要 给科学技术发展积累的人类的实践比较 看看哪些圆融的理论 给现代科学发展的实践比较复活 这就是我做个科学家学复伐 很想搞清楚的 我相信现代人真的要深信复伐 也需要把这些搞清楚 我最近一直在读《大臣起心论》 《玄庄法师》把《大臣起心论》 重新翻译成梵文 是马明菩萨造的 但是印度都失传了 玄庄回来回国之后 玄庄出国 他求法就是要学《瑜伽师的论》 然后回来之后 他创立了法院中 他一直想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物质世界 包括人 怎么从心造出来的 这就是《维师论》想解答清楚的 《大臣起心论》的特性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世间万说万物 都是从如来障 变现出来的 可见当时的人 佛教徒 就是很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那么今天我要请教刊部 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一切都万发唯心造啊 这个心内是指法界 真如或者如来障 那么科学啊 到现在逐渐接近了这样一个法界 给如来障的这种概念 科学怎么接近的呢 科学的最高成就 就是终活了2000年科学的发展 发现我们宇宙原来起源于一次大爆炸 大爆炸以后啊 逐渐演变出了恒星行星 一个行星就地球上出现了人类 这是科学的解释啊 但科学解释啊 有很大的局限 科学家都明白 大爆炸以前 宇宙在哪儿 是什么东西爆炸出 产生宇宙 科学体系是无法回答这问题的 因为大爆炸时刻啊 所有科学理论都失效了 所以无法从后来去追溯过去是什么样 科学的极限就在这儿 它就无法回答这问题了 第二个呢 大爆炸宇宙那又发现 哦 原来万事万物都是无中生有物 从虚空产生的 科学把这一点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虚空啊 量子物理可以从虚空的能量 转化为正负地质队 然后就演变出了整个物质世界 但是虚空的能量从哪儿来呢 科学也解释得很清楚 这是《活经历时间兼史》这些书就得出这个 就是虚空能量啊 实际上是正能量和负能量过占一半 是零 正能量就是物质世界对立能量啊 负能量就是引力藏力能量 两个正好相当 好 科学到这儿好像很远勇 但是呢 又有局限了 为什么 就是说 虚空 在产生这个物质之前 是不是这个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科学也说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应该有什么东西 只不过我不知道 那究竟什么东西科学不知道呢 所以这就是 两个科学发展到现在 科学家自己都知道局限 科学无法回答的 一个就是大巴扎一千语 这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就是 无中生有 虚空中间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么科学家中间最聪明的就是爱因斯坦 他就说啊 他有一句名言 这个比大家熟悉的他的名言啊 要深刻的多 很少人引用 但是最深刻的 他说啊 科学现在最不过 宇宙最不过理解的地方就是 他竟然能够被理解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宇宙怎么有这么简单的规律 连我们这种人类都能够理解 把宇宙解释掉啊 对吧 那这个规律从哪来 这就是科学的一个更深的问题了 基本理智从虚空一产生 他就按照既定规律 严格的运动 那这规律是哪来的 所以刚才说了科学局限 科学有这三个深层磁文体回答不了 一个就是大巴扎以前 就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就是 无中生有 在虚空中产生了物质 虚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应该有什么东西 那有就是什么东西 那肯定不是物质 另外一个 物质一产生就有确定的规律 非常准确的规律 这规律是哪来的 好 这个时候吧 大家才觉得 哎呀 原来人类智慧 像夫学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的 夫学就是说 物质世界产生之前 物质世界的本源 是法界 是真物 是如来藏 是这个东西 那么 科学 所理解的 法界 真物 如来藏 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 那个东西 法界真物 如来藏 肯定是虚空 他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啊 还没有产生嘛 对吧 但是虚空 不会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呢 有规律 就是 用中国的传统方法说 就是有个道 有个规律在那儿 就是 理在事先 这是朱喜说的 就是道理啊 在事物发生之初就要有 所以福学说的 法界真如如来藏 能不能 给科学 现在的认识一致 就是在法界真如如来藏 是否 可以看作 具有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 它是虚空 什么事物都没有 就是空 无限 没有任何影像 第二个是 它 它 其实 包含了 超级智慧 就是 它是一种超级智慧 它制定能力 规律 任何物质一旦产生 都会按照它运动 就是 虚空 真如 是否 可以 看作 就是 这么个东西 它 一无所有 它 是没有任何事物 还没有出现 第二 但它就 预先 有了 它是一种超级智慧 任何事物都要 争处的规律 它都包含进去了 这就是 我刚才讲的全是科学 我想请教 这个刊部就是 虚空真如如来障 能不能 这样看 就这一点 是不是科学 现在 意识到的 这个世界最本源的本体 是一致的 是不是这样 对 对 可以 第一个问题 今天跟主教授有一次对话很高兴 好像我们以前大概两三年前也有个对话 当时也是时间比较重处 今天主教授从另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科学和佛学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或者说相同的观点来阐述 刚才您的一些科学的观点 包括万法卫星造或者说真如法界如来藏之间的一些差别 我是这样想 因为佛学的一些说法跟科学 现在有些地方可以成为不梦而合的 有些地方可能在佛学当中并不是特别的明确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去探索 也许可能在佛学当中的不同的经典当中有比较明确的说法 但因为我们翻语的像《大藏经》按照《藏文》的《大藏经》 大概有一百多本 论处也有这么多 所以不同的一些佛学的观点有可能不同的一些说法 然后今天你提出的万法卫星造也好 正如与法界的这么一个原理或者说理论 实际上按照佛学的观点来讲佛学是有这么几个层次 一个是有步和进步的观点这个小章也清楚 一般有步和进步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无理学 两知理学方面比较接近 因为有步进步它抉择一切万法或者说我们物质世界 所以进一步地去分析从出大的物质一直到细微的最后变成 微成以后最后变成无有任何的东西包括现在的离子 缘子或者说夸克等等这样分下去 那么这个观点跟我们有步众的皮婆萨论和居士论的观点比较相同 然后过了以后按照为始终的观点 按照为始终的观点刚才你讲的万法卫星造的这么一个观点 万法卫星造实际上也并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心 它来造出整个世界也不是这样的 宇宙宇宙宙宇宙宙宇宙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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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不断地撑住毁灭 我们这个世界有心肠 有安住 又毁灭 最后中间也变成空性 整个七世界有无数次这样的过场 只不过科学家中间一个界毁灭 或者一个世界毁灭中间的过程 从那个时候可能开始讲的 当然我们看了宇宙大爆炸的整个时间 时间的预算看的时候 实际上佛教里面讲的 现在我们世界的形成还是有一定的剧烈 其实真正的宇宙大爆炸跟现在世界的坏界之间 还是有差别的可能科学家并没有说 我们现在所谓的世界灭了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佛教主要所讲到 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自己的业力 每一个众生的业力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形成 这个是很关键的 因为每一个众生的业不同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就起现而且造出了他的这个世界 这个主要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富贵的人他有他的业 他都变成了他的比较奢华或者富裕的生活 然后贫穷的人他有他的心灵的业力 就是这样的形成 那么这种业现在我们用科学来完全论证的话 这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科学它针对的都是一个物质的形成方面 这样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科学 对我们心灵延续的探索 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 因此可能是现在真正世界的形成也好 刚才从征服变成了灵从灵开始起现 这个完全可能说法是不同的 我们这个世界每个众生他自己的业分为工业和资业 工业的话比如说我们一个城市里面非常的富裕 那么这个城市里面众生的工业形成的 那么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家特别富裕的话 那么这个家也是各自家庭的业而成立 可是这个业我们用现在科学家或者用科学来论证的时候 可能因为科学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到 所以为什么说唐安比波斯呢 他觉得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东方当中也是主要在于大乘佛教 可能是当时是不是针对这样的道理想的 然后刚才你说的真如和法界的话 实际上所谓的真如法界 我们经常讲的一切万法本来的事项 本来的事项也有分一些不同的观点来解释 分观点来解释的时候 那么按照唯师宗的观点 这个本来的事项叫做圆城市 就是本来的圆城市 然后圆城市当中就像我们大海一样的 圆城市当中显现种种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一塌气和边际法 这是按照唯师宗的观点 实际上圆城市当中有两种圆城市 一个是本来清净的圆城市 本来清净的圆城市跟如来藏是一体的 而种种期限的圆城市 实际上每个众生他自己的业力清净以后 实现圆满的成就 这个就是按照唯师宗的观点 按照我们宗观的观点 宗观也必须要分一个明言和深一地来分 如果明言地的话 刚才你说的真如也好 如来藏也好 法界也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切万法的本性 这种一切万法的本性 就像《二地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不可言说 不可思议 它是真正的法界 远离食 肥 油 物 一切现象的这么一个法界 那这个法界我们在有些时候也可以叫做如来藏 因为如来藏从广义上讲 从第三转法论的教义来讲 如来藏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一切万法本来的实相 那么那个如来藏跟我们的真如实相 完全是可以相同的 那么如果我们如来藏对每个众生 单个分的佛性来讲的话 这个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差别 所以我在想 科学和佛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有相同之处 但完全是物质世界的形成 以佛学每一个物质世界的原理用心来造的话 恐怕是也不对的 因为佛教并不是说 威士众也是最究竟的观点 按照宣传法师跟安徽论师的说法也是不同的 当时安徽论师的有些威士众的观点 在藏地也在不断地弘扬 宣传他当时的印度拉兰多士法师 也是威士众的另一派 所以一般我们讲汉地兴盛的这些宗派 以宣传法师的威士众比较多 但是我们藏地按照上个世纪的麦彭仁波切 他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有不同的 因为威士众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威士众他承认最终他承认一种明智的心 他是一直不坏的存在 但这不坏的存在真正在生意地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生不下任何一个不坏的东西 最后都变成空性空性跟光明无二无别 这是佛教最高的一种境界 任何一个高尚大德证悟的时候要通达这样的道理 那这个时候威士众有个别的一些观点 可能在这里很难以理得住 所以我在想它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形成 其实万法为心造 这是我们《悦成论》时的中观论当中也是有的 这个中观论当中也是万法为心造 这是佛教当中的并不是所有的佛教的观点 这是威士众的观点 但威士众的观点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也是有道理 就像我们梦中的世界一样的 梦中每个众生他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他的心灵的世界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 应该威士众是有非常甚深的利益 他每次都是用梦的世界来比喻 我们梦的世界其实也外在有很多的 包括一些无情物 剑影的东西 实际上所接触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在梦里面也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 所有这些世界观点的建立 有时候可能万法为空性的时候 按照中观的观点可能比较适合 然后万法为心造 对我们一切都是心的世界 包括一个人他外境的美好不美好 对他的心里很大的作用 如果外境再美好也他心里不美的时候 世界都变成丑陋的 这个时候万法为心造的观点比较接近 还有一个按照科学家现在对无知世界的意义分解 这么一个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能跟有部众和近部众的观点来结合 所以说可能佛教的观点跟科学相结合的时候 是关键的是哪一个观点跟科学的学说互相对应 因为佛学的每个观点都不同的 而且科学的每一个说法也是不同的 就是可能比较具体的 就是细节的 就是每个问题呢 就是进行对应 那坎伯那你说的我对我很有启发 就是佛学啊说这些啊 维师中观他们都过有自己的说法 现在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万法为心造这个心啊 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心 而不过是每个人的这个心情 实际上是指啊 这个宇宙的本源啊 是一种超级智慧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啊 我们这物质世界很可能是超级智慧 在计算机上虚拟出来的 好 那本源呢 是那个超级智慧 所以呢 那个超级智慧肯定是空的 因为它没有产生任何物质 它可能的存在形式啊 我们都不能想象 不能想象最简单就是 现在突然发现宇宙中间 有95%的部分 都是暗物质 暗能量 所以暗物质 暗能量怎么运行啊 它里头有什么世界啊 它的智慧怎么样啊 我们根本不能想象 不能想象 打个比方讲 这个比方有点太刺激 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头啊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细菌 有很多枪肠动物 这些动物活得很好 它们不能理解 它们的世界是个人体 这个人体有智慧 是吧 我们每个人啊 在地球上 你别以为我们自己很伟大 在地球上就像细菌 就像枪肠动物 在地球上一样 在宇宙一样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没有一个超级智慧啊 就像枪肠动物怎么知道它的人体中间啊 一样 所以现在科学啊 就得怀疑 就是哎呀 说不定啊 我们都奋斗了半天 我们只是宇宙中间一个枪肠动物 宇宙一个大的智慧 对我们人类就是超级智慧 所以从这种观点的看来 最接近复学的观点 就关于真容复兴 就刚才说这个 维时中 我看了这有两个你看对不对 嗯 一个是华炎经 中间说啊 诸法本集无诸相 犹如虚空不分别 啊 这是还讲真如法界了 法性就是法界 法界啊 本来是极尽的极尽 没有任何线 就没有任何物质 这是辅学关于法界的一个 第二个呢 唐代断祭禅师的传法新药 培修记录的断祭 国际的祭 嗯 他就说 呃 空本无空 唯一真法界而 就是法界啊 是空 第一个法法基斯说是空 第二个他们就补充 他谈代的 就是说 空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真法界 此灵觉性无始以来 与虚空同胜 就但这个法界里头啊 有种灵觉性 嗯 就用我们话说 就是超级智慧 与虚空同胜 就他就 所以呢 呃 用他这个话来说吧 此灵觉性 呃 是不是就应该对应于 呃 伏陀的智慧 包括法界性质 大远景质 平等性质 妙观察质 或成所作质 这种 伏陀的智慧 就是伏胜的智慧 就是说法界是不是可以看着 呃 呃 就是有这两个特性 第一个他 呃 极灭 无限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第二个呢 他有非常高的灵觉性 呵呵 灵觉性就是 我话说就是超级智慧 嗯 嗯 如果这两点 呃 伏学 给伏学 呃 就代表了伏学对法界的看法的话 那就说我们所里万法为一张心啊 实际上只发现 大心 不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的心啊 后边啊 后边我们还讨论到 实际上是阿赖也是大心的一个投影 嗯 嗯 嗯 如果成这两点以内微 就给科学现在的这个接近了 就是产生物质世界里最本源的东西啊 一个他是空 第二个呢 他有很大的决心 他那决心就是超级智慧 这两点加起来是什么 就用现代科学的话说 就是我们的宇宙是超级智慧虚拟出来的 嗯 虚拟出来就是 意思说本来没有任何物质 但是超级智慧还 智慧极为发达 他就虚拟出来 嗯 虚拟出来 那么超级智慧就是 罚见就是有超级智慧的 我请教就是这样 嗯 这实际上是 呃 对心理理解 如果从这个角度啊 呃 给科学就接近了 就等于科学现在实际上 大家都无法判断 我们宇宙是盲目的 随机的产生的呢 还是有一个 凌觉性 一个超级智慧在虚拟 嗯 这两点科学无法回答 嗯 我就想 复兴能不能这样说 就 罚见 就是我们说的心 万法维性上的心是指罚见 呃 复兴 这个是心 呃 这是大心 宇宙心 呃 这个心呢 一个它是空的 它没有任何物质尸体 第二个 它有很高的智慧 就是 灵觉性 此灵觉性 呃 与虚空同手 嗯 嗯 OK 嗯 这个 嗯 很有意思啊 主教授的这个是这个问题吧 是吧 是的 是的 很好 我觉得 很有声度的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就是说 实际上刚才你说的按照《华严经》的 一切诸法都是本来没有所属 就像是犹如虚空一样本来无形别 这是一个道理 还有一个断机禅食的 断机禅食的呢 就是说这个本空呢 本来是无有的嘛 然后唯一的诸如虚 但是主要是持灵觉性 无事以来 无事以来的 与虚空同手 这个道理实际上就说出两个点 一个呢 就是一切万法为空性 对 这个万法为空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超级的光明智慧 那么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实际上说明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 我们佛教里面讲圆起行空 圆起行空的时候呢 它的因缘起的时候 万事万物都可以 各自的这种因缘不同可以显现 但实际上这些因缘的本体 还是是空性的 那么因缘的空性 跟缘起的其限的光明呢 就是这两个是一种无力无合的 就是它是本来都是已经具有的 刚才那个断气禅师说的比较相同的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是理解它呢 实际上这个理解呢 包括我们现在的黑客帝国啊 还有一些像国外的一些电视 不能完全说明这些虚拟世界的一些根源 或者是甚深的道理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面他们也会稍微靠近这些道理 我们佛教里面所讲到的通过虚立的虚幻当中 我们现在也在一种如梦当中 如幻当中 这么一个明觉的分当中在流转 这个可以在某种意义上面说 然后我想刚才你说的这个 实际上一个是光明和一个是空性 佛教里面并不是讲的 我们所谓的比如说被子里面没有叉是空的 这个只是一个单空 真正的大空性它远离空和不空 二者的两者的具住点或者是两者以外的一种东西 这叫做离四边或者是离八戏 无来无去 无生不灭 不长不短 不依不依 就这样的不禁不够等等 这种道理实际上是真正的大空性 那么宇宙万物的真正的本性 实际上是跟这个大空性是大空性应该这么讲 或者我们现在有些禅宗也好 有些法师和一些学术界认为所谓的空性 好像我们现在看破了 时间都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认为证悟空性或者是宇宙的真相 实际上也并不是宇宙的真相 只有一个淡淡的空性正在那里 一直保持不断地一直存在着不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 灵觉性的话 比如说作为一个修行人 他如果觉悟宇宙万物的真相的时候 他先知道一切万法本来都是空性的 但空性并不是一个淡淡的空性 它还有一个光明和觉性的部分 这光明和觉性的部分 我们从修行自己的心来讲 他心的本体上本来是 比如说产生贪嗔痴也好 心心悲心本体都是空性的 但空的当下它的光明分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一旦一个开悟者他要真正开悟的时候 他不但开悟了他的空性 如果只开悟一个空性没有光明部分 那他的这种证悟并不是很究竟的 刚才你讲的五种智慧 大愿精致 承说作致平当心致 这五种智慧都已经不具足了 所以他一方面证悟到这些万法本来的实相空性 在空性的基础上他同时也认识到 一切万法本来并不是单空 像刚才虚空的话 《华严经》里面讲的 这是诸法实相当中不存在的层面来讲 把它比喻成虚空 十三世纪的《全知龙青霸》的 《法界宝藏论》里面也讲 很多经典里面我们比喻成虚空 这是他的实相不存在角度来讲的 但虚空这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的法界也并不是 什么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还有一种光明 这种光明从无情世界来讲 或者整个大世界来讲这是一种力量 我们现在物理学家所谓的磁场也好 或者说刚才你讲的一种力量当中起现 它这个光明部分并不是一个单空 如果单空的话那单空的空性里面 这里产生那里不产生没有任何理由 但是在这种力量当中 按照众生的供业的一种力量成为 如果我们个人的话 个人也有他的一种光明延续的 不断的生生世世的阶段 所以《金刚经》里面 什么本无所主 二生其心 他这里面本无所主讲的 因无所主讲空性的部分 二生其心实际上 为什么当时六祖在那个时候开悟呢 实际上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个字很简单 好像只有两句 但刚才你讲的 就是《蚕色和花园经》的一个是从空性上面讲的 第二个是从光明方面讲 那么光明和空性融合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修行者他开悟的时候 他的精气也可以帮发出来 或者我们讲一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单空也并不是一个力量 他如果不是空性的话 这种力量就没办法因缘具足的 当因缘具足即使空性这样的时候 世界的起缘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问题 引申到刚才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佛教里面一切诸法因缘而产生 因为诸法因缘而产生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可能很难 现在有些宗教说这是一个造物主义者 或者说我们威士众说完全都是用阿难耶和心产生的话 这并不是很究竟的 因为他这里也可能面临着一些其他的问题 如果说因缘具足的话那么因缘当中 刚才我们讲的不空的话因缘没办法出现的 但既然是空性呢空性当中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具足 在这个因缘当中有无性的因缘还有有性的因缘 这些因缘我们都可以 可能科学家主要是有性的 包括我们的地水火风 烟光这方面是比较了解的 但我们无性的善业和恶业 众生的公义这些方面 可能唯一的一些佛教为主的其他的宗教 在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优势 上次您回答得很好 这我的问题就基本上回答清楚了 现在就是空性和光明决性 这是法界的两个标记 对吧 对对对 刚才我引你专计禅师的那个话 有没有经典更权威的说 法界具有光明和决性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或者文章 这是第一段 我要引一段话 空性这个话很多了 华年经内都说了 然后法界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这个光明和决性 这个最权威的经典是什么 法性 就刚才你说开悟吧 一定不光是悟到空 而且要有光明和决性 嗯 引什么样的话 和最权威 嗯 应该是有的 我倒是可以再反映一下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应用很多的经典 对 大家都善见 都在说这个光明啊 对 开悟肯定要自认光明 对 呃 有没有一句话 就像刚才华年经这个话 嗯 他就说 法性本节为诸相 对 无诸相 犹如虚空不分别 对 这就很明确很权威说了 嗯 法界就是虚空无相 对对对 那但同时法界的 又要有此灵觉性 嗯 呃 要光明 对 这个话 对对对 你帮我找一句话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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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第一个问题 就就回回答到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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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